有很多人在家吗 我爸爸妈妈还有他们都在呀 你爸爸妈妈还有他们都在 兄弟们咱们去不去他家里面去 哥姐们去不去 他说他爸妈妈还有他们都在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家庭 哥姐们去的打去不去打不去 啊去吗 我的意思是去一下看一下 他那个小孩到底是不是去世吗 就方不方便吗 我到你家里面去坐一下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刚刚到 我一早上从长沙出发到你们这里 我刚刚才到 到了之后就给你打电话 你看外面下这么大的雨 是雨也下得蛮大 要不你到门口就坐一下 那去世吗 那哥姐姐都说去世吗 那走吧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时间吗 我找你有什么事 我的意思到你家里面说 到你家里面说 小强你不能空出去 你得买点东西 兄弟们你们说要不要拿点东西去 他家里面有人拿点礼物是吧 方言 就是你们这个村子里面有没有小卖店 我今天来的比较充满 我什么都没有带 我也本来是没有想到去你家 因为外面下了很大的雨 就是说能不能到小卖店买点东西去 小卖店我们这里没得 因为我们这四周都很少人买东西 你们这四周都很少人买东西啊 没有小卖店是吗 那那那那那兄弟们 哥姐们那他这里没有小卖店 小强你给他发个包包 那个方言 要不站着我给你就是意识下发个包包吧 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习俗是怎样子的 就买东西 要你们这里又没有小卖店 我就意识一下嘛 好不好 没用 啊 没有麻烦 不用麻烦是吧 那那如果说不用站着 我就不去你家里了 我不好意思 就毕竟你爸妈妈都在家里面 我肯定也要意识一下嘛 直播就说一个哥姐姐 你们说就是说意识下是给多少 哥姐们给多少 我也不知道他们这里的习俗 我们长沙的习俗就是给两百 哥姐们 那个 那个方言 要不这样子 我就给你意识下嘛 因为我们长沙的习俗就是说 两百块钱就可以了 你看行不行 就是 你就给你爸妈说 我没有拿东西 就拿个两百块钱意识下 那你 那你如果榨岗里面 那你就意识一下吧 然后我就告诉他 是你哪里吗 那好了 那不然我都不好意思去 哥姐姐们两百块钱够不够哥姐们 就两百够不够 太小气了 小强 你都没有脸去 那 那他们说太少了 我 我 两百够吗 可以了 可以了是吧 可以了是吧 那兄弟们那就两百了好吧 那个小强你太小气了 你以后都别说你我是你的粉丝 那兄弟们你们说多少我就多少嘛 好吧 来来哥姐们 那我就不给你丢面 你把那个马拿出来嘛 好吧 我就意思下嘛 兄弟们 我不会丢你们的脸好吧 你拿出来嘛 是这个是吧 好吧 就意思下吧 支付宝到账五千元 你跟我拿炸多干什么 不是我没没没多少 没多少也是我第一次到你们家里面来 我又不想让别人说我小气 好吧 你就给你爸爸妈妈 没事没事 你不要纠结这个东西了 那我等下就和他们个是你给的了 就说是我老大 我没拿东西 哥姐们你们说小不小气 够了吗 够了打够了 好吧 那那那走吧 不是你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你干嘛 那那那我现在就那我现在说吧 那个方言啊 我问一下你啊 就是你看以前我们两个人都感情都好 那为什么四年之前你突然之间就不辞来别了 不是你从长发到四边来这么远 你就是来问我出个问题的吗 我我本来昨天其实我昨天就有你的电话了我想但是我想有些事情还是当面说清楚才好 所以我就过来了 如果你是来问这个问题的话 那咋的吧 我赶了钱后你等下就回去吧 那你说了 我问你嘛 嗯 你见几年的时候我在你在你们帐上啊 你屋里的冰箱是不是上去锁的吗 啊 那个时候我妈说 我们家里条件不是冰箱坏了吗 那个胶条掉了 不是没有钱去修吗 所以说 嗯那个冰箱里面我每个月都给了500块钱给我妈给你买肉吃 因为你那时候喜欢吃肉吗 那个冰箱里面放的都是肉 所以说冰箱坏了就嗯 说了一下 那每次只有你回来的时候那冰箱里面留我呃 再拿出来他在就算冰箱里面留再拿出来吃 你没回来 反正那个冰箱我是从来没打开过 啊 那个啊 你什么 你晓得我吃的都是些什么吗 啊 我其实都是白菜 其实都是青菜 吃不吃所有的哥姐姐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冰箱上锁 听说过打听说过没听说过打没听说过哥姐们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冰箱坏了 胶条坏了 里面都是肉 所以说 嗯那时候家庭条件差没有钱去修 那个 方言 那这个事情你怎么以前 就是没也没说 就是因为这个事吗 这都过去干嘛 也没有干嘛 还 啊 还要比 嗯 嗯 那时候你不是正处于创业阶段吗 嗯 我也想 替你分担分担吗 这个这个是你们隔壁邻居是吗 嗯 阿姨阿姨好 阿姨好 嗯 嗯 我也想帮你替你照顾哈你妈妈嘛 嗯 我就弄 帮他 洗洗衣服啊 弄弄饭啊 炒菜啊 嗯 但是他不是干 咸啦 就是淡啦 我呢 也 我也没晓得是不是因为 就是我们湘西这边的口味和你们长沙的口味什么什么一样 我觉得 应该是什么一样吧 脖子也很正常了 方言啊 啊 你在我家里面你还洗衣服还做饭啊 嗯 我想帮你分担一点嘛 啊 直播间所以哥姐姐我问一下哥姐妹 咱们就是直播间有没有长沙的 有没有淮化湘西这边的 就是长沙这边的口 长沙的口味跟湘西这边的口味是不是一样的 有没有区别哥姐妹 因为我不知道 淮化这边的口味跟我们那里有没有区别 有区别打有区别没有区别打没区别 你们说啊 方言这个女孩子好不好 他在家里面还跟我爸妈妈就是洗衣服做饭 你们说好好的打好不好打不好哥姐妹 我我真的不知道 方言 那这些事情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说呢 这都过期了嘛 也没有没需要干嘛嘛 还有就是 嗯 那时候我们不是都陪了分纱走吗 啊 我在酒店我还交了2万块钱订金 就准备结婚了 酒茶切针酒茶搬酒了 是啊 然后我看到你和你妈妈就是 就是你妈妈 给你发一条微信消息的 我也是无意只能把你手机 然后我就看到了 你看了啊 那个微信消息是一条小链接 然后我就点进去嘛 嗯 然后链接是这么干的 啊 他干 啊找对象 不能找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然后 我就回来了 我看了我就回来了 发言我我跟你说啊 那个链接我都没有看 因为 平时我那个时候不是 刚开始创业嘛 就是也挺忙的 我平时 我觉得那些链接都是负能量的 而且 咱们不是体仓不要去看那个链接吗 所以我没有去看 直播节所有的链接 你们能不能帮我证明一下 我问一下 链接面 就是说如果说别人给你们发的一个小链接 你们会不会点进去看 会打会不会打不会 因为我那个时候创业很忙 而且呢 别人都说了链接点开之后 你的银行卡里面的钱会掉 所以我从来就不会去看 我问一下链接面 你们会去看吗 会打会不会打不会 方言 我我我真的 没有去干了 方言 你看这些事情你为什么 从来都没有跟我说 你跟我说一下不就好了吗 这些都过期了吗 我觉得 也没需要干嘛 是吧 嗯 嗯 还有就是 刚刚你问我的东西 我也都回答你了 如果你们得死的话 你就委屈吧 然后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那个 兄弟们你们有没有搞懂啊 有没有弄清楚 各位姐妹 你们有没有弄清楚 一个是那个冰箱上锁 一个是链接 各位姐妹你们有没有听明白 听明白了打听明白 没听明白 打没听明白 他说我问清楚的就要我走 各位姐妹 咱们走不走 你看我这么远都过来了 而且 小强你还要问一下你 儿子的事情 各位姐妹咱们要不要问一下 那个三岁小孩 叫牛四恋的事情 咱们要不要问一下 是不是 你看我从湖南长沙这么远过来 如果说现在就回去 我觉得心不甘情不悦的 是吗 对不对 哥姐妹 啊 要问是吗 那那那那咱就直接问吧 好吧 哥姐 咱就直接问吧 那个 方言啊 嗯 我还有个事情 我就想问一下你 你 就是 还有什么事情要问吗 你要问你吧 你就问嘛 问干我就 你就分歧了嘛 好 我我问一下 就是 方言 你 咱们分开多久了 分开四年了 分开四年了吗 嗯 你是不是有一个 一个三岁多的一个儿子 叫牛四恋 那那那个 四年 他是不是我的 是你的呀 是我的 他本来就是你的呀 真是我的 对呀 那那那那 方言 那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呢 我给你我给你打了电话 你妈妈没有告诉你吗 我妈也知道 他没晓得 但是他没晓得 有小朋友的这个事情 就是 那时候我生他的时候嘛 啊 我们都在医院嘛 我爸妈 不管我们俩正经发生了什么 但是你毕竟是他的亲爸妈 还是让我告诉你一声嘛 等一下 是你爸爸说的还是你妈妈说的 他们都敢啊 他们俩都说了 各位姐弟们 你们觉得 就是方言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很通情达理 是不是很明示的 你看他说 不管我跟方言两个人之前发生过什么 毕竟我是 就是说孩子 他爸爸 就是生他的时候肯定要跟自己亲爸要打个电话 是不是 你们觉得 就是说方言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很明示的 是的打是不是打不是 那个方言 那后来呢 后面你妈妈 你相亲戚了 他刚让我没联系你了 那个 方言 就是 是多久的事情啊 就是生他的时候嘛 那时候也正处于过年 阶段 过年的时候是吧 那我知道了方言 你知道过年的时候 不是家里亲戚朋友比较多吗 那个时候 我有时候也应酬 比是有时候喝点酒 可能亲戚朋友太多了 那那几天我就是家里面喝醉了 手机就没有拿 所以我就没有接到电话 直播间所有歌节 你们能不能帮我证明一下 就是说你们平时 逢年过节的时候 亲戚朋友很多 有时候喝醉了 手机没有拿 忘记拿了 没有看到 没有接到电话 你们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会有的打个有字 有没有出现个这种现象 方言 我我我我真的 真的没有接到 我没有接到 那时候我也是冲着嘛 然后我也没喝 你刚好就走过了 哦 就是 那我问你个实际嘛 啊你问嘛 就是 你有没有 就是这段 这么多年嘛 你有没有找对象 有没有解分嘛 你的意思就是 我那个时候 到底有没有 去相亲是吧 那个方言 你看着我的眼睛嘛 眼睛是不会说假话的 我这么多年 我第一没有相和亲 第二没有谈个恋爱 第三 我从来没有去 就是说也没有结过婚 我我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的性格是吧 那 那 如果你大杠利法 那我就相信你嘛 比基尼这么多年 你也就是 总是没骗过我 对啊 你看 说假话 是很累的 而且骗人 又不能骗一辈子 哥哥姐姐们 你们说对不对 说假话 是不是骗人 不能骗一辈子 而且说假话 都很累 你说一句假话 要十句真话来圆场 哥姐们 你们说对不对 那个 方言 那个 我 我能问你一个事情吗 那你看 咱们这么多年 分开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去相过亲 有没有结过婚吗 那我怎么想亲嘛 我带起他 我怎么想嘛 如果要是别个对他没好 那怎么办呢 让他受委屈又怎么办呢 毕竟 他们还没死他的亲疤了 是吧 不过呢 我爸爸妈妈也跟我找过对象 但是我都拒绝了 为什么 因为 毕竟那些 他没死他的亲疤嘛 那我知道了 那肯定亲疤 亲疤肯定 肯定要好 对不对 哥姐们 你们有没有听到 就是说 他也 你看 哥姐们 你们有没有听到 有听到了 听打听到了 哥姐们 肯定亲疤好 对不对 你看 那个 方言 他现在也没有结婚 我也没有结婚 哥姐们 对不对 小强 你问他心里还有没有你 还有没有机会 哥姐姐 咱们要不要 直接问一下他行不行 你看我也是单身 他现在也是单身 而且咱们还有小孩 哥姐们 要直接问是吧 这女孩子可以是吧 那我直接问吧 方言 你看咱们两个人 分开这么多年 那你心里面 还有没有我吗 那 你 你如果没到 找对上 你有没有结婚的 那我心里肯定有你嘛 毕竟 你也得他有亲疤嘛 哥姐们 你们有没有听到 他说他心里面还有我 哥姐们 你有没有听到 你看我心里面有 也有他 对不对 其实 那个 你知道吗 这几年 我一直在找你 而且 我们两个是同一天生日 每次生日的时候 我都会去 买两个蛋糕 因为我一直没有忘记你 那个 兄弟们 你们说 是不是还有机会 哥姐们 你们说是不是还有机会 那个小强 你要 表示一下 哥姐们 你们说咱们要不要表示一下 对不对 要不要表示一下 你看 那个 哥姐们 那个你看小叶 哥姐们 你看小 方银 他现在自己 别说一个人怀胎十月 而且坐月子也没人照顾 这么多 这么这么三年多 三四年时间 一直就是说 一直就是说 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撑着 要表示一下 来 哥姐们 你们说怎么表示 你们说怎么表示 我就怎么表示 那个 小强 你给他拿一个W 拿两个W 小强 你直接给他拿十个W 哥姐们 我觉得这个一个两个都少了 哥姐们 咱们要不这样子 我直接给他安排 五十二个W 让小 让 让那个方银知道 我心里面一直有他 在乎他 哥姐们 你们说行不行 行的打个行字 如果说你们都说行 我就直接安排 五十二个W 以前我确实家庭条件不好 现在我在长沙 也开了公司 自己有这个条件 直接给他安排五十二W 让他知道我心里面 一直有他是吧 可以是吗 都说可以是吗 那 那个方银 就是我刚刚给你打的那个电话 有 是不是你的支付宝 怎么了 是吗 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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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兄弟们 那我现在就直接给他安排了 好吧 哥姐姐 等一下子 你们把五二零 这几个字的意思 能不能帮我打在公屏上 我等一下让他看一下 让他知道我心里面有他 让他知道什么意思 行吗 哥姐们 好吧 好吧 那我现在安排了 我输入密码了 个时百千万五十二个好密码 OK 我现在安排 支付宝到账 十二万元 不是 啊 不是 不是 你给我 你给我拿这么多 你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 我没有什么意思 一点都不多 哥姐们 你们说多不多 我觉得一点都不多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咱们心里有他 对不对 不管是多少年 以前有他 现在还是有他 哥姐们 你们把五二零 这三个字的意思打在公屏上 那个 方言 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也不多 你是不是要把 十年代的长了啥气啊 啊 我 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真的 我没有这个意思 哥姐们 他说 我是不是想把 那个 咱们的那个 儿子带到长上去 你 我 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是 是 那个 方言 哥姐们 你们帮我证明一下 我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我真的没有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我心里一直有他 方言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这么多年 我心里面一直有你 你要知道 方言 以前 我那时候创业没成功 家庭条件也不好 一家人只能挤到一个房子里面住 现在我在长沙也开了公司 买了车买了房 如果说你不想跟爸妈妈一起住 没有关系 你 咱们的 儿子 还有我 我们三口之家可以帮出来住 哥姐妹 你们说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帮出来住 而且你要知道 我说 日子 日子 是咱们一起过的 爸爸妈妈 他们以后终究会老去 儿子 女儿 他们以后长大了 他们有他们的家庭 我 中国有句 有句话说的很好 有钱 难买 老来吧 能陪在自己身边的 只有自己的老公跟老婆 老伴老伴 就是等你几十年之后 只有自己的老公老婆 才能陪在你的船头 船前 哥哥姐姐们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哥姐妹 对的打对 对吗 哥姐妹 方言 我就是想让你明白 我的 都是你的 你的还是你的 我们两个人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我心里面一直有你 对不对 那现在 钱也难赚嘛 对吧 赚钱也没容易嘛 你给我拿这样多 方言 我刚刚说了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就是我的 咱们 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想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哥姐姐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那个 方言 我有一个东西我想送给你 就是放在我身边已经是 四年多了 我一直没有的机会送给你 我今天就想 就是说在你们家门口 当着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的面 送给你哥姐妹好不好 放在我身边已经是五年了 直播间哥姐姐 你们想不想知道呢 我现在 你过来吧 你过来吧 你看嘛 那个 等一下哥姐妹啊 方言 这是这个项链 哥姐妹 这个是我 四年之前我买的一条中国环境项链 以前的时候我不是刚开始创业嘛 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 其实那时候买撞接我都买不起 一直想买撞接 但是我买不起 我就只能买了一条项链 四年之前 我一直想找个好的机会 一个场景 能够向你表白 但是 一直没有找到 当我找到的时候 你已经不在我身边了 今天 我鼓起的勇气 我想跟你表个白 而且这个项链 放在我身边 就是四年多的时间 我 我一直 放 要么就放在车上 要么就放在身上 我怕某一天我看到你了 突然遇到你了 来不及给你 我想对你说 方言 曾经 在四年我没有陪着你 以后 不管多少个四年 我都会守护着你 我永远爱你 往后余生 你永远 都是我的 小女人 我今天刚好是520 我也想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今天又是520 也是 你 咱们儿子 咱们一家人 团圆的日子 所以说 就在 这块爆米地里面 我觉得这是虽然说可能在农村 但是这是最最美丽最好的场景 我想对你说 你这几年受苦了 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 我爱你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跟我在一起 跟我在一起 可以吗 不是 直播间 所谓哥姐姐 能不能帮我在农村上 打三个字在一起行不行 哥姐妹 能帮我打三个字在一起吗 哥姐妹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祝福 你们不要跟我刷礼物 每个人挣钱都不容易 如果说你支持我的话 哥姐姐帮我点点赞 支持我 没有 给我点上一个光柱 我下了步 全部会 给你们点上回光 谢谢你们的祝福 今天是520 我永远 爱你们 可以吗 你起来了 不是 你起来 连别人又会笑我 我不怕别人笑话我 但是我不怕 你答应我 我就起来 我这么多年 他们总是对我风言风语的 你不要这样子做 你这样子的话 他们会更加笑我 你起来吧 我以后 不会让任何人 说你什么样的 因为 以前我没有陪你 现在我陪着你 你就是今天 能不能答应我 那你这样吗 你起来我就答应你吗 我起来你就答应我是吗 对 你起来 你说的是真话吗 嗯 你起来就答应你 哥姐姐们 谢谢你们的祝福 谢谢直播间 所以哥姐的祝福 哥姐们 没有给我点光注的 给我点上个光注 我等一下子 全部给你们点上回光 你们不要送我送礼物 你们给我 就是说点点那个赞赞就可以了 好不好 每个人挣钱都不容易 你们把你们的钱 买的好吃的 给自己的儿子女儿 给自己的爸妈妈 多照顾一下自己 那个 方言 我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 这几年很亏见你 说实话 结婚的那天 我一定要买个大的专杰送给你 今天 我要把它 给你带上 方言 你受委屈了 你受委屈了 哥姐们 你们觉得就是说 方言带这个 漂亮不漂亮 哥姐们 漂亮吗 漂亮的打漂亮 你们觉得就是我们两个人 就是配不配 哥姐们 配的打配配吗 啊 谢谢你们的祝福 哥姐们 那个 方言 就是 咱们的儿子在家吗 在家里面是吗 我问一下 他跟我长得像不像 很像是吗 哥姐们 你们想不想看一下 想不想看一下 就是他叫王思恋是吗 啊 就叫 叫刘思恋是吗 叫刘思恋 我问一下 他调不调皮啊 调皮啊 怎么 因为平时 他喜欢吃肉嘛 然后 喜欢吃肉 对 跟我一样喜欢吃肉 吃瘦肉吃肥肉 他就是 喜欢吃那个瘦肉 肥肉就给我 肥肉就给你吃 所以我就 那他跟我一样喜欢吃瘦肉 我经常心呢 就是吃 就油嘛 油腻嘛 就反胃 哦 油腻就 你刚刚那里反胃 就是因为吃了很多肥肉 对啊 你你吓我了 对啊 那他在家吗 他家在家是吧 那我想去看一下可以吗 嗯 那就去吧 哥姐们 咱们一起去好不好 哥姐们行不行 一起去看一下我的 那个看一下王思恋行不行 啊去是吧 那那咱们就去吧 好吧 咱们去吧来 走吧 已经到家了啊 哥姐们 已经到那个 啊他家里面来了 叫真的 那个 到了 这里有点滑 小心点啊 小心点 一定滑 这个地啊 啊